卫星导航系统除了能够导航以外还能干什么呢 这段时间啊 随着最后一颗北斗组网卫星的顺利升空 没有意外的话 现在人人都知道了 我们在导航的时候除了GPS以外 还有北斗可以选择了 而且大概率你还听说了一个新的名词 寿石 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 但理解起来其实跟导航一样简单 导航嘛 给你准确的位置 寿石给你准确的时间 啊我懂了 它能够确保老板的手机和我的手机 同时显示6点整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下班了 就这么简单吗 哪有 寿石关乎国家安全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寿石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电力调度 以及这为什么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呢 先来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2003年的8月14日 北美东北部 从下午3点05分开始呢 陆陆续续就有些城市莫名其妙的停电了 大家尽管搞不太清楚情况 但也没有引起过多的焦虑与重视 然而一个小时之后呢 停电开始雪崩式的发生 在8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 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沃泰华 到美国的纽约 底特律克里夫兰 瞬间一片漆黑 运行中的地铁甲 然而只卡在水道中间 高楼中的电梯突然停住 困在宿井当中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正在加工工件的车床 洗了火 控制城市运转的自动化系统 停了机 换做你会联想到什么 就是刚刚在两年前才发生过的恐怖袭击啊 当然事后调查表明啊 这并不是一个恐怖袭击 只是由于一些意外 以及人为的疏忽所造成的 但不可忽视的是 这次事件造成了 全球最发达地区的约5000万人口 过了差不多两天时间的原始生活 经济损失高达60亿美元 甚至还让至少11个人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停电还真的是 可以作为恐怖袭击的方式 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啊 那寿石和停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你可能还不知道啊 电力系统居然是一个与时间密切关联的工业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交流电 而交流电当中的电流方向是会变化的 怎么变化呢 随着时间变化 比方说我们家里面插桌上的电源 就是一个电压220V频率50赫兹的交流电 50赫兹代表着它每秒钟会发生50个周期性的变化 电流的方向也就在一秒内改变了100次 如果只有一个发电站一条输电线和一个用电户的话 这个电究竟是在波峰的时候送过去 还是在波谷的时候送过去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但现代的电网错综复杂 有数不清的发电站会同时将它们生产出来的电并入总的电网 你想想看 当它们并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形上面的错位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啊 比方说A电站正好是在交流电位于波峰的时候并了过去 B电站错开了一点点 是在波正好爬到一半的时候并进去 而C电站则是在波谷的时候并进去的 结果会如何呢 结果就是发生短路电网瘫痪陷入停电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就只能严格同步并入电网的各个电站的频率了 那各个电站的同步信号由谁来给出呢 就是微信收拾了 这个叫做电网的频率同步 除此以外啊 电网还将面临时间同步的挑战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关乎到电力的调度 如今电厂 变电站 调度中心 几乎都是完全自动化运行的 设备的操作和故障的修复 都交由电脑系统来控制 而掌握和记录它们发生的精确时间与顺序 则至关重要 要是各个电厂 变电站 调度中心之间的时间 不同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工作数据的丢失 系统瘫痪甚至在严重时还会引发异常的跳杂 那谁来同步它们的时间呢 还是微信收拾 长期以来啊 我国的电力企业的发电速电配电网 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时间同步系统 主要依赖GPS微信进行收拾 GPS微信系统嘛 是由美国军方开发和控制的 可以针对特定区域进行局部性能 劣化设置和限制使用 美国政府从未对GPS信号的质量 以及使用期限给予过任何的承诺和保证 一旦发生战争等紧急事态 美国关闭或调整GPS信号都是有可能的 而这必将引发我们国家的电网系统的重大安全事故 所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成功组网 并提供精确的售食服务有多么的重要 就不必我多说了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带你一起掌见识 中国航天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 即将迎来空间站的时代 在我们国家的空间站上 当然也会应用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电推进技术 它将作为空间站轨道的维持动力装置 这样一来就能够显著降低推进剂的消耗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推进呢 它跟传统的推进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一个作用力必然会产生一个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火箭的推力正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情况下 其实也不算传统 毕竟迄今为止 我们还都是这样让火箭飞起来的 我们通过在火箭发动机里面燃烧推进剂 形成向后喷出的高速射流来产生推力 尽管这样做已经快一个世纪了 但它却有一个非常难受的缺点 那就是别看火箭看起来挺大个儿的 其实每次只能送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上天 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 火箭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获得极高的速度 你可以想象蹲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 为了在冥枪后的一瞬间 让自己的速度比别人都快 他要做的肯定是用最短的时间 将自己最大的力量挡向地面 火箭没有腿所以挡不了 但它有个优势 那就是身上的肉是可以甩掉的 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看谁甩肉快的游戏 如果火箭能在越短的时间内甩掉越多的肉 当然所有是开玩笑 你们都知道这里指的是火箭里面装的推进剂了 它就能加速的越快 在这种情况下 要是一心只想赢的话 最好就是浑身上下装的全都是可以烧掉的推进剂了 甚至连自身都可以烧掉或者丢掉的 好了 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吧 火箭哪怕只是装了一点点 对我们而言真正有用的东西 都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而且你也明白了 为什么火箭非要把自己分成好几节 然后边飞边丢吧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紧巴巴的情况下 把东西送上太空 以上就是传统的推进方式 靠燃烧并丢掉化学推进剂来前进 那这样说起来电推进就好理解了 肯定是靠使用电来把某样东西丢掉 然后获得反作用力 来推动航天器前进的 一点没错 电推动正是这样工作的 背后的原理 依然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牛顿第三定律 这里要丢掉的东西就要小很多了 离子 也就是失去或者获得多余电子的原子 于是好处你大概也能猜到吧 就是哪怕你只背了一点点的燃料 也可以丢上很久很久 于是你就可以不断的加速加速再加速 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多半听说过霍尔推进器 它就是电推进器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属于静电式推进系统 其他的还有电磁室和电热室 基本原理都差不多 既然霍尔推进器是热门选手 那我们就讲它了 简单说一下原理 在霍尔推进器的内部有一对相互垂直的电场和磁场 用来产生霍尔效应 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了 在它的外部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放着电的电子源 它所产生出来的电子 在霍尔效应的作用下做起了绕圈圈的运动 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电子束 当我们把推进器 通常是多星机体 仙气送入到这个环形的电子束堆里面去之后 这些环腾的电子就会跟推进器发生猛烈的碰撞 从而使推进器电离 最终在磁场的作用下 这些被电离了的仙离子加速向后喷出形成了推力 这样的推力有多大呢 我们拿NASA最新推出的镶嵌了三个环的X3霍尔推进器来举例 这台打破了好几项历史最高纪录的推进器 产生的推力能够达到5.4牛顿 哇哦 这个厉害了 大概能够举起110张80克的A4打印尺 可能比这本杂志还要轻一点吧 这么没劲 为什么大家都还要使劲去研究它 而且我们还要把它装在自己的空间站上面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拿龟兔赛跑来举例 兔子有爆发力 但没有持久力 乌龟没有爆发力 但能够坚持到天荒地老 传统推进器就是兔子一口气把航天器推出大气层 想要再来一口气 对不起 没了 加速到此结束 接下来的旅行 拜托给各位装着印尼单弓的行星了 所以传统的远距离宇宙旅行 基本上就是一次靠天吃饭的豪赌 而如果换上电推动 当然是要在传统火箭把航天器给推出大气层之后 不要问为什么 你觉得只能举起110张纸的发动机 跟地球盈利打一架谁会赢呢 这可以用很少的推进器来实现长时间的不断加速 在太空中 哪怕是一点点的加速都是可以不断累积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 能够把航天器加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80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到火星旅行一趟 好了相信你肯定是听懂了 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我们自己的电推动发动机 不光是装在空间站和卫星上面 更是在不久的将来会装到我们自己的升空探测器上面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让你爱上科学